大家和车机 现在的视觉特效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可以把虚构出来的场景和角色化为真实 比如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各种动物 绝大部分都是靠视觉特效制作出来的 因为要找听话又能配合拍摄的动物是极其困难 就算忠心如狗狗 聪明如猩猩也会有不受控制的时候 柿子老虎这些野性难迅的猛兽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在50年前 一个凤子导演为了拍电影 竟然找来了100多只未经训练的柿子老虎 把拍摄现场变成一个大型惊恐真人秀 演员被这些大猫抓上咬破 手脚断的断裂的裂 甚至有工作人员连头皮都被扯了下来 但导演还是坚持拍完最后成功上瘾 被后市称为史上最凤凰的电影 话说在1969年 一对神仙夫妻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偶然看到一间废屋被当地的野生柿子占据 看着这些柿子在门口进进出出 又躺在阳台和屋顶上晒太阳 启发了他们以此作为题材拍一部电影 而这对神仙夫妻就是诺阿马歇尔和戴毕海伦了 而诺阿本来是一家经济公司的老板 后来也参与了不少的电影制作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担任经典恐怖片《驱魔人》的执行制作人 至于老婆戴毕则是一名好莱坞演员 曾经凭电影《群鸟》拿下1963年金球奖的年度最杰出新星奖 而回到美国之后两个人就作严起行 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写好了剧本 内容大概是说一名自然学家为了研究世子 而长期住在非洲坦上尼亚的自然保护区 突然有一天自然学家的老婆带着三个孩子上演非洲版的《爸爸去哪》 没想到爸爸没找着 却遇上了世子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这是剧本本身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诺阿耀的大茂演员不是什么视觉特效 而是要找真的世子来演 即使被无数讯收师说是方子 警告他这样做非常危险 搞不好会闹出人命 但诺阿仍然一意故情 至于演自然学家的人选不是别人 正是诺阿自己 那要放呢一个人放就算了 但诺阿竟然还叫真实中的老婆戴逼演老婆 现实中的女儿梅兰妮 儿子约翰和杰瑞演那三个孩子 而戴逼和三个孩子又真他妈的答应了 就这样诺阿正式开始筹备拍摄这套史上最疯狂的电影 虽然说要找真的世子来演 但诺阿不是到非洲草原去抓 而是从不同的动物园和马戏团 接受幼师带到自己位于洛杉矶的家里收养 刚开始世子宝宝就像猫咪那样可爱 当然没问题了 诺阿一家不管吃喝拉撒都跟世子在一起 但这些世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很快就从可爱小猫咪变成重几百磅的巨兽 还不时跑到邻居的院子溜达引起恐慌 这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早就该懂的道理 为了安置这些越变越大的世子 诺阿把洛杉矶的房子卖掉 然后在附近的索莱达峡谷买了一块地 再用渣篮围起来防止世子们逃跑 至于他自己和家人就住在停在附近的露营车 之后诺阿又在峡谷仿见起 他在非洲看到那间被世子占据的房子 种了无数有非洲特色的树和灌木 甚至间提拔蓄水把一条小溪变成湖泊 直接把美国峡谷打造成非洲风情的拍摄场景 但这也只是诺阿暴走的开端 他最初给这电影占名为狮子 这应该不难理解吧 因为剧本本来就关于狮子嘛 可是后来诺阿收养的狮子越来越多 他又把电影名改成狮子、狮子和更多狮子 再后来他不只狮子还收养了其他大猫 最后他索性把电影名改成咆哮 那究竟诺阿都收养了什么动物呢 在1979年电影拍摄完毕的时候 诺阿总共有71只狮子、26只老虎、10只美洲狮、9只黑豹、4只豹子、2只美洲豹 还有一只由公虎和母狮换种出来的虎狮兽 另外还有两只大象 6只黑天鹅、4只加拿大鹅、4只鹤、2只孔雀、7只火烈鸟和1只非洲突冠 这个阵容别说拍电影了 直接开动物园或者马戏团都绰绰有余 不过正所谓三菌未发、两草先行 这么多动物光饲料每星期就要烧掉4000美金 这还不算动物的日常照顾、医疗费用还有剧组的开销 所以电影还没开派就已经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为了搞钱 诺阿卖掉了另外4栋房子和一块土地 代币也卖掉了他的珍藏皮草 但即使是这样 距离目标金额还是差了一大截 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 诺阿担任执行制作的驱魔人票房大卖 赚到的钱刚好成为咆哮的新资金 之后诺阿又说服了英国和日本的两位投资者 愿意各投50万美元 就这样这套光是前期准备 就已经一波三折的电影 终于在1976年10月1号正式开拍了 -你还好吗? -你瘋狂了 前面已经说过电影里的自然学家 是由诺阿亲自演出 但开拍的第一个星期 诺阿的手掌心就已经被四肢咬穿 成为这部电影的第一滴血 因为收到四菌感染的关系 医生曾经一度认为 诺阿的手会保不住 而在同一个星期 摄影师杨德邦特又被世纪扯下后脑勺的头皮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诺阿还马上打电话找人顶替他 神奇的是他只是缝了220针 休养了三个星期就回到剧主继续工作 我想这世界上应该再也找不到 比他更惊艳的人了 -我必须把他的脑勺 放在他头上 放一袋上 然后送他去医院 集体辞职不干 整个拍摄过程 工作人员的离职率都非常的高 -我曾经有20组织员 在一天离职员 -我忘了 -他们全部都离开了 -我说 -那是一线 想不干的还有诺阿的女儿梅兰尼 她曾经跟妈妈带逼说过 -我不想为了拍电影没了半张脸 梅兰尼还一度止眼 但最后又被老爸诺阿劝了回来 不过这应该是她人生 做过最错的决定之一了 因为就在她回到剧组拍摄后不久 她就因为被一只母丝抓上了脸 而差点毁容 还好缝了50针 和经过面部重建手术之后 梅兰尼还能保住她的脸蛋 其实为了保障拍摄安全 诺阿在拍摄前已经定下了一个安全语 只要演员大叫安全语 就会立刻中止拍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安全语 竟然是诺阿的名字 诺阿 结果当梅兰尼大叫诺阿的时候 诺阿因为以为 她只是演戏的在叫不要的No 而继续拍摄 至于老婆戴逼也相当的拼 为了拍一个被抱甜脸的镜头 戴逼在脸上涂过蜂蜜 狮子咬上过她的头 大象摔断过她的腿 报纸抓破过她的手 每周时又咬过她的胸 保守估计140人的剧组里面 至少有70人受过不同程度的伤 但直到拍摄完毕 却竟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离去 咆哮不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 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作为电影镜主 诺阿拉回来的英国和日本投资人 也到过拍摄现场考察 但是当他们看到诺这一幕 追着狮子跑的镜头之后 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上了贼船 决定中途退出 而且祸不单行 拍摄进度又因为遭遇12场山火 和一场洪水而被大幅延迟 那场洪水甚至把现场的围栏和龙子都冲坏 导致15只狮子劳苦逃脱 其中3只狮子被警察击毙 原本预计只花300美元 6个月就能拍摄完毕的咆哮 最后花了1700美元 拍了5年才终于完成 既然投入了这么多 那当然希望有高回报了 虽然1981年 咆哮在日本、德国、澳洲和意大利上瘾之后 有不错的口碑 但因为跟片商谈不拢分层的关系 电影没有在北美上瘾 结果最后只收到了200美元的票房 而代币事后也因为梅兰尼 喊停不停的事件对诺耿耿于怀 最后在1982年跟诺耿离婚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咆哮的最初目的 就是炫养保护动物的信息 所以所有动物也没有因为拍摄完毕 或者两个人的离婚而被遗弃或者处理 代币和诺耿还在1983年成立了咆哮基金会 把所有动物安置在由拍摄场地改建而成的香巴拉动物保护区 即使诺耿在2010年离世之后 现在93岁的代币仍然以基金会主席的身份照顾着他们 好了我是茶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